一碗豆腐湯摆在桌上 民眾還沒吃 拍下這一張 不是網美照 而是抱怨到餐廳 點了一碗豆腐湯 要價30塊錢 沒想到送上桌 卻只有一小塊豆腐 它有豆腐湯嗎 它會加一塊豆腐 它會加一塊豆腐 這樣是多少錢 30 直擊店家點了相同的豆腐湯 跟網友PO文相同 就只有一塊豆腐 一小塊豆腐而已 太過貴吧 不會 民眾氣氛 一碗豆腐湯30塊 這如同在搶錢嗎 因為傳統的小吃店 同樣點了一碗豆腐湯 一碗豆腐湯 10塊 超級豪邁 豆腐好幾塊裝到都快滿出來 還加入芹菜 香菜 胡椒 滿滿一碗銅板價 只要10塊錢 兩碗比一比真的差很大 10塊錢 怎麼那麼便宜 以前都不會這樣 熱量 就一塊豆腐了 有點貴 有點貴 遭到指控的店家也出面澄清 豆腐是日本進口 表示只有一塊豆腐 這是屬服 豆腐它應該是有豆腐 還有青蔥的部分 那青蔥的部分是沒有落實去 有加上去 豆腐擠在的時候有大小塊 所以有時候如果這麼大塊 可能就一塊 追查這碗豆腐 它沒有出現在店家的菜單上 根本不能拿出來賣 目前也已經提賣 針對只有一塊豆腐 店內也會進行員工教育訓練 避免類似狀況再發生 三立新聞全權同站SNG小組 台中報導 就可以了解 我們 여러분